闻到了金钱的味道 狼仔了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法式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姨妹 我刚拿了一个快递回来 这个快递就厉害了 我现在拆开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东西 拆快递的时候充满了激动 闻到了金钱的味道 帝王蟹 这个是花了我四把大羊买的 就是因为爸爸的一句话 所以我就下血本了 之前跟鱼爸在酒店吃饭的时候 他看到别人的鱼池养了帝王蟹 他说从来没有吃过 也从来没有抓过这种蟹 所以我为了满足他们的味蕾 所以我就下血本买了这个东西 准备给他们一个惊喜 等他们赶喊回来的时候 就可以吃上了 来 它有两个钳子 一大一小 这个大的是补食的 这个小是为止吃东西的 翻过来 这边看一下 它这里跟普通的蟹是不一样的 这个帝王蟹的膏它是在这里 我们普通的蟹膏呢是在里面的 这个东西里面 但是它是在这里的 这里面黄色软软的 就像蛋花汤一样 把它剪开 我把它这个蟹黄拿出来了 这个是供蟹 每一个供蟹里面它都有蟹黄啊 把它倒出来先 给大家看一下详细的 一条条的 就像虫子一样 一个蟹可以做两道菜 我来搞一个蟹黄蒸水蛋 下锅蒸 高炖的食材 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一锅刚好 来蒸下来 终于回来了 没关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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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够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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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刚才有很多村民 过来我们家问鱼吧 鱼妈回来了没有 现在都是晚饭时间了 不知道人家还买不买 买 买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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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了他们半天了 这个蟹都要凉掉了 把它上锅准备煮饭了 他们还不知道我买了这个东西 而且已经把它煮熟了 等一下最后把它拿上饭桌 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惊喜 先尝起来先 放到这边 好 一勺拿好 天啊我真老了 本来是想水淡的 难道是我水放少了 放点葱 花点缀一下 放点酱油 就可以了 起锅 开饭了 这个不是普通的水煮蛋 开饭了 开饭了 这个重头戏 来了 重头戏来了 哇 哇 我花重金购买了一个你们想吃的东西 不是是因为你看了一眼 所以 上次我 你不是说 说我没吃过这个蟹吗 所以我现在就满足你们的味蕾 那就吃一吃喽 我那怪你 尝一下吧 尝一下 看一下跟我们平常这些蟹有什么不一样的 嗯 很大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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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那你先瞅瞅 哈哈哈哈 这个重大肚子 好了 好了 才自己的能力发迈都没 你做得到没 你做个腿 你做病一下 没能力就没办法 没有尝到 哇 尝到他 尝到他呀 哇 他工通做得好 哈哈 鸟里面一些 鸟里面一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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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背包就像2萬元的屎屎 等下 哇 好吃吧 試試吧 慢慢來試試 用我拼上鞋子有沒有刀 其實這東西 我家的鞋子 捏甜 其實有什麼好看 它動得太多 對 它的肉是比較多 動得太多 還有 沒什麼事 它没有这个佐古海 甜甜 有点汗 这个肉的口感比较柴 没有我们平常做的螃蟹那么鲜甜 你把这个吃饭吗 嗯 谁把这个吃饭 没感到 所以有些菜要吃饭的 来吧 好 谢谢 哥哥 很好吃 妈来吃一下 那种汗的佐古海 香香的味道也好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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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蛋你有没有吃出不同的味道 对 不 不是 是跟普通的蒸蛋有什么区别吗 你现在吃一口细品一下 我来一口 这个可不是普通的蒸蛋 这个是拿了那个蟹膏来蒸的 哦 辣 对 它的味道你细品它是会有点不一样的 对 那你酥出来就是这样 对 我们经常吃海鲜的话就不会觉得腥 但是不怎么吃海鲜的人可能会觉得有点腥 你感觉呢 是 不一样 对 不一样 太不一样 妈 谢谢妈 你试一下 你试一下 你试一下吗 你试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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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蟹膏蒸的蛋 哇 海钩蒸蛋 多汗了吧 嗯 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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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试一下 你试一下 哦 他们老一辈猜拳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赢了 这个是输了 这个是赢了 这个是赢了 这个是赢啊 这个呢 这个是赢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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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呢 这个是赢啊 这个是赢啊 我们年轻人的猜拳方式是剪刀石头布 对 那你们是这样 要一种啊 这个 这个也是他要吃 这个是赢的 这个是赢的是吧 这个赢的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是赢吗 这个要赢这个 哦 拔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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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了 等一下 你吃了这个 等一下 还要来 还要一个 我现在要想哪个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连妈妈 出什么 爸爸都已经猜到了 对 对 哈哈哈哈 对 对 对 你哪个要放在哪里 你很爱 哈 他哭吧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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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妈哭吗 可以 哭 哭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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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哭哭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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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哭哭哭哭 哭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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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你的目的是想让女妈多吃几块是吧 对对对 故意赢了 那你吃你那个呢 我 好 平了 但是你熟一点 看得比较香啊 可能还没 还没老公酿吧 酿有个酿在酿上 酿有个酿 哈哈 没酿 吃薄了 吃得好撑啊 今天晚上我们大家都吃得非常薄 这个帝王蟹啊 我个人觉得不单止贵 而且还不好吃 我个人觉得口感不太好 但是鱼爸鱼妈吃得开心啊 我觉得这个价格值了 他们这个岁数也没吃过这种品种的蟹 也没吃过这么贵的蟹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值的 因为过程中他们很开心啊 千金难买 爸妈笑嘛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喜欢影片的 记得跟住啊 拜拜